同学们好 下面呢我们接着来看第三个考点 杜邦分析体系 那么对于杜邦分析体系呢 实际上它的核心指标是权益净利率 因为我们在前面也谈到了 财务管理目标是股东财户最大 那么对于股东来说呢 他是希望所有者投入资金 获取的利润应该高一些 是吧 那么权益净利率这个指标呢 如果我们想分析啊 比如它的影响因素 或者它的驱动因素 那我们可以把权益净利率去做分解 那怎么分解呢 第一次分解是把这个权益净利率的 指标的分子分母同时乘以资产 那么如果把这个权益净利率 分子分母同时乘以资产 那我们就可以分解为两个指标的成绩 就是资产净利率乘上权益成数 对吧 然后呢对于资产净利率呢 我们再做第二次分解 因为资产净利率是净利润比上总资产 那我把分子分母同时乘以营业收入 那就又可以分解为两个指标 那么营业净利率乘上资产周转次数 所以大家看通过这两次分解呢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权益净利率它实际上最终是受三个因素的影响 那么一个呢是营业净利率 这是反映盈利能力的指标 还有一个呢是资产周转次数 这是营运能力的指标 另外权益陈数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常在能力的分析指标 所以就把我们前面讲的盈利能力 营运能力 常在能力的分析的指标啊 等于是综合在这个分析评价体系里面 所以经常会谈杜邦分析是一个综合的分析 对吧 也就是我们前面只是谈某一类的指标 但是杜邦分析呢 它实际上是把权益净利率从三个方面去解释 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第一次分解权益净利率呢 是受两个因素影响 一个是总资产净利率 一个是权益陈数 那么总资产净利率 它是反映了一个企业精英战略的这个情况 那么对于精英战略的模式呢 我们有两种模式 你可以采取博利多销 也可以博销多利 也就是说你可以 就是这个低盈利高周转 也可以高盈利低周转 也就是所谓反向搭配 是吧 也就是我把这东西标价卖得很贵 那因为你卖得贵的话 那你可能走的量就少 对吧 那么也有可能的就是便宜一点 不利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走的量多一点 那么究竟这两个战略模式 哪一个好呢 其实没有什么 它就是两个模式 可以选用的一个模式 究竟哪一个好 要看他们最终的 综合的作用者结果 也就是要看 共同作用的资产净利率 来判断它的精英战略 是不是合适 然后呢这个权益陈数呢 我们知道它是反映你的 这个负债比重的一个指标 我们权益陈数越高 说明你的负债比重高 利用的财务杠杆多 对吧 就借别人钱帮你去赚钱 是吧 但是财务杠杆高 你财务风险还大 那我们对于权益陈数这个指标 也就是这个财务政策的选用 那么应该是低杠杆好 还是高杠杆好 也是反向搭配 要看这个企业 它目前的状况 如果这个企业 它精英风险很高 可能呢 我们这个时候啊 一般来说要采取低的财务杠杆 对吧 因为你两个都高 那你的总体风险太大了 而且对于一个高风险的企业 债权人也不愿意借给你钱 是吧 所以呢 这样的话 你可能就尽可能多利用权益资金了 但如果是一个低风险呢 基因风险比较低 那么债权人也愿意借给我们钱 所以你就可以多借点这个资金 利用高杠杆 是吧 就可以借助这个高杠杆来帮你赚钱 所以也是一个反向搭配 那么杜邦分析体系呢 实际上我们通过两次分解呢 我们可以有三个公式 第一个公式就是第一次分解的公式 权益净利率 我们把它的分子分母同时乘以资产以后 就分解为资产净利率乘以权益乘数 然后第二次分解 我是把资产净利率 分子分母同时乘以营业收入 就可以分解为营业净利率乘以周转率 然后我们把前两个公式合并一下 那么权益净利率最终就分解为三个指标的成绩 对吧 第一个营业净利率 这是我们的盈利能力的分析指标 第二个指标资产周转率 这是我们前面谈的营运能力的分析指标 第三个权益陈数 就是我们前面谈的常债能力指标 对吧 也就是说权益净利率最终分解为三个指标的成绩 这个公式很有用 权益净利率等于营业净利率乘资产周转率再乘权益陈数 是吧 然后掌握这个核心公式 那么对于这个杜邦分析在考试的时候啊 一个是他会让你去辨别这个企业的基因战略 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啊 他的财务政策是什么样的情况 还有一个的经常结合我们的这个连环替代 去分析啊 影响权益净利率因素 看一下各个因素的变化 对我这个综合指标的影响 是吧 那就是利用我们在前面讲连环替代 一次替代 是吧 然后每次只能替代一个 每一次以上一次为 这个基数 然后我们说 这个替代的顺序 按他提问的顺序 不过一般来说在杜邦分析这一块 他如果不给我们说顺序 我们认为盈利能力要排在第一 然后是这个营运能力 最后是常债能力 是吧 是这样一个顺序的啊 我们结合一个例子来看 他告诉我说 假公司是一家汽车消耗企业 那么现在要对公司财务状况 和精英成果 继续进行分析 来发现 与主要竞争对手 以公司的差异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他给了假公司 15年的报表数据 这是我们16年的一个考题啊 所以他给的是15年的这个 资产负债表的数据 还有利润表的数据 都给我们了 而且提示你资产负债表项目的 年末余额可以代表 全年的平均水平 然后又给了一个 以公司的相关财务比率 因为你看他的这个提干呢 他说是要发现啊 与主要竞争对手 以公司的差异 也就是我们对比的对象是谁啊 同行业的对手 以公司 是吧 那等于说 给了以公司有关比率 我们刚才的要求 让利用因素分析法 按照营业净利率 周转次数 权益成功顺序 对15年假公司 相对于 以公司权益净利差异 进行定量分析 那你像我们那一年 有很多同学是什么呢 他是把这个 假公司的 营业净利率 周转次数 权益成功 作为对比的基础 A0 B0 C0 然后呢 把以公司这个去 作为A1 B1 C1去替换 那就不对了 对吧 因为你一定要注意 你要分析谁 你分析的对象是什么呢 是假公司 对吧 那么假公司呢 是我们要考察这个对象 而这个对比的基数 我们说可以选择上年 可以选择计划 也可以选同行业对手 像这条例题 很显然给了同行业对手 所以像我们这里面 可以说这个营业净利率 是我们对比的基数 就是A0 那周转次数呢 就是我的所谓B0 权益成功是C0 对吧 那他你要用因素分析法 那我就得把假公司的 这三个指标也算出来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假公司的 假公司的营业净利率A1 那我们就母子率啊 净利率除以收入 1200除以1万 这一看就可以得到12%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 他的周转次数 应该是拿营业收入 比上平均的资产 他已经告过 年末余额代表资产的 平均数了 所以1万除以总资产 8000 所以1万除以8000 比1等于1.25 对吧 然后呢 权益成数是权益比重的倒数 是资产比收者权益 那我们这里的总资产是8000 权益是4000 资产比权益 8000除以4000 等于2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 首先把这个假公司的三个指标 给他算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连环替代了 对吧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直接先列是基数 24% 乘0.6 乘1.5 然后你就是依次替代 首先先把24%替代为12% 一次只能替代一个 这是1 这是2 然后2减1 就是由于A的 也就是盈利地域变化的影响了 那第二次替代 周转次数 把这个0.6呢 替代为我的1.25 但是其他两个要保持和上市一致 这个12% 是已经替代完的 是吧 1.5也是和上市一样 就只能替代一个 然后第三次替代权益成数 把1.5变成2 其他两个要保持和上市一致 这是12% 这是1.25 对吧 就是每次只能替代一个 每一次都是以上一次为基础 然后你用2减1 都是用后面的减前面 3减2 4减3 就得到各个因素变化 对我这个综合指标影响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这是我们谈有关 第一问啊 应该问题不大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问 让你说明 这三个指标 它各自的经济含义 以及评价企业 哪有能力 那这个比较简单 对吧 营业净利率 实际上你就 它说的含义 你就把它公式出来 它都会给你分 那就是指的是 我们净利润除以营业 收入 反映你单位收入 获取的盈利能力 它是衡量盈利能力指标 那么总资产周转次数呢 我们指的是 用营业收入 比上一个这个总资产 它反映的是 资产的周转效率 是衡量营运能力指标的 那权益层数呢 是用资产比上 所有的权益 那它是反映 长期材能力的指标 所以它其实属于这个含义 它就是一个指标 一个怎么去计算它 对吧 你可以把它说下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你指出 甲公司和乙公司 在基因战略 产物资产上的差别 我们看一下 基因战略 就是我们的这个 营业经历率和 总资产周转次数 这两个指标 我们可以看到呢 对于这个 就是对手啊 它是高盈利 低周转 而甲公司是什么呀 低盈利 高周转 所以我们甲公司的 采取的策略呢 是 薄利多销的测试 而乙公司采取的是 薄销多利的措施 是吧 这是有差异的 然后财务政策上来看的话 对手是一个 低财务杠杆政策 而我们采取是 高财务杠杆政策 所以这差异 也就说明了 对吧 这是以前的一个考题啊 就是传统多帮分析 那我们再接着看 第四个考点 管理用的 财务报表分析体系 管理用分析体系呢 大家首先要会 编制管理用报表 其实这个管理用报表呢 它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区分 经营和金融 就是把这个 企业的这个活动 是分为两大类 就分为经营活动 和金融活动 所以呢 对于资产负债表呢 它实际上是要把 我们传统的 资产负债表的 资产负债 区分为 经营资产 金融资产 经营负债 金融负债 但是所有的权益 是不变的 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也就是考试 它如果让你编 管理用报表 传统报表会给你的 就是左边资产 右边负债权益 然后我们编 管理用报表呢 就是按照 它的业务的属性 如果这个资产 它是为了企业生产经营 而持有的资产 就是经营资产 而这个金融资产呢 是属于 企业闲置资金的利用 那么这个是属于 金融资产 然后我们对于 负债也是 如果是生产经营 自然形成的负债 是经营负债 而金融负债 是专门需要做 筹措安排的 是吧 那么这种 叫做金融负债 所有者权益不变 那么如果你把 资产负债都区分为 经营金融了 然后我们调一下 把所有的经营 放在左边 是吧 把金融负债放到左边 金融放在右边 这样我们就 编制出来 我们的管理用的资产负债表 是吧 我们的左边呢 就是金融资产 减金融负债 然后把金融资产 减金融负债 请问叫净 净金融资产 对吧 大家看我们前面讲净资产 净资产 是资产减缺负债 就净资产 也就是所有的权益 那现在他谈是净 因为一谈净的 就是要扣除了 是吧 那我们再看右边的话 金融负债减据金融资产 我们称为是净负债 就净金融负债 简称为净负债 但是所有者权益不变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新的 快据可能是 就是净金融资产 等于净负债 加所有者权益 另外呢 我们对于 就是资产负债表左边呢 我们也可以区分流动和非流动 我们把流动的放在上面 非流动放在下面 所以呢 我们就会又有一个 相应的关系公式啊 就是金融性的流动资产 减去金融性的流动负债 我们给他起个名称 叫金融营运资本 是吧 你看营运资本是流动资产 减流动负债 但他如果强调是 金融营运资本呢 就是金融性的流动资产 减去金融性流动负债 而对于我们的这个 长期的呢 金融性长期资产 减去金融性长期负债 我们称为是 净金融性的长期资产 所以实际上就是 你可以把净金融资产 分成两块 一块呢是 金融营运资本 还有一块是 净金融长期资产 所以我们对于 净金融资产 可以有两种方法 怎么算它 是吧 就考试了 你要看它 就是这个数据的 这个给出来的这个情况 如果给的是 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 所以金融资产减 金融负债等于 净金融资产 那你像我们在 第八章 它有的时候考试 经常会直接告你 金融营运资本 占收入比 净金融长期资产 占收入比 也就是我们根据 收入和这百分比一成 得到金融资本 和净金融长期资产了 那么这两项之和 也是净金融资产 对吧 其实我们在编制 管理用资产负债表的时候 关键在于 就是怎么区分 经营和金融 是吧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 对于资产这一方面的区分 就是考试的 有的时候可能 容易出现混淆的 一个就是 货币资金怎么处理 是吧 就是货币资金呢 我们教材是给它 全部认为 经营性资产了 但是我们以往的考试呢 它就是 有的时候呢 它是处理为金融资产 有的时候呢 它是按照一定百分比 那么我们说 这三个方法 其实呢 到底用哪个方法 大家放心 我们考试一般都会 给出你一个处理方法 如果它不给的话 你就按照书上的处理方法 全部作为金融资产 但如果考试给出了 比如说 你像我们以前考试 它提示你啊 是根据行业 或者公司历史平均的 货币资金占收入的百分比 以及本期消购收入 来推算金融活动 所需要的货币资金 那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告诉你 过去的金融现金占收入比了 如果给了金融现金占收入比的话 那言外之意 等于说我们第二种这个方法 可能就需要我们稍微算一下 对吧 因为第一种和第三种都比较简单 它题目中告诉你说 全部都是金融现金 或者说全部都是金融现金 那就太简单了 但如果考试 它考你这个第二个方法 那么按照第二种方法呢 它实际上是需要你把货币资金给我区分为经营性的和金融性的 对吧 要分为这么两类 那么对于经营性的货币资金的计算呢 我们一般来说 因为它会给出你金融现金占收入比嘛 那我就根据它给我们的 根据给定的这个经营的这个现金 占收入的比 然后你乘上一个 我们的有关营业收入不就完了吗 对吧 因为你已经告我金融现金占收入比了 我把这百分比乘上营业收入 就可以得到金融现金 而金融现金怎么来算呢 那就倒几位 对吧 你把总的货币资金扣除金融现金 就倒几出金融现金 所以实际上它按照第二种方法 它就是要你把货币资金给我分为两类的 然后第二点要给大家提示 就是说我们现在 等于说按照新的这种 报表这种科目 有好多这个 具体的报表行的项目都带投资点 是吧 什么权益工具投资啦 什么投资性房地产 那么就是带投资俩这儿的 你就记住 只有一个特殊 长期股权投资 记住它是金融资产 其他那些投资都给它归到金融资产 是吧 就只有长期股权投资是金融资产 因为我们做长期股权投资 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短期炒作 低买高卖 对吧 它是要控制我的这个关联公司 或者子公司 然后呢相应的这个 因为你是做一个长期的投资嘛 那你是希望这个子公司 它将来 比如说有了盈利了 然后它可以给你分红 它经营获取利润 给你回报 所以它实际上也是一种经营性资产 所以长期股权投资是经营性资产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那么与利息相关的 我们都给它归为金融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其他应收款里面 是包含有应收利息 对吧 那这应收利息实际上是属于我们的金融资产的 就是和利息有关系的 那么就是金融 还有就是说名称上带金融两根 那就是金融 所以其实对于资产这块 划分经营金融特别简单 就是注意两个 一个是我们刚才谈的货币资金 看它题目中有没有标明是什么类型的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长期股权投资是经营性资产 就记住长期股权投资经营性资产 其他带投资的都给它归到金融了 剩下就简单了和利息有关的 贷金融都是金融了 是吧 然后排除法剩下就是金融 然后呢 对于负债这方面的区分呢 首先有息负债一定是金融负债 比如借款 还有债券 因为它有利息 是吧 因为我们什么叫金融啊 那就是说它史上是通过金融活动 那我们这个要做专门的筹资安排 有契约的约定 要规定利息率怎么样 所以有利息的负债一定是金融负债 然后呢 就有一些这个 就是给的我们报表上的项目啊 它可能名字上并没有直接提示出来 我们可能需要就是单独注意的啊 比如说一年内到期的非得用负债 我们一般给它归为金融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 它有到期日 对吧 今天有到期日 说明是你专门做的筹资安排的 对吧 有相应的筹资规划 它哪一天到期啊等等 对不对 所以这种事不是生产经营自然形成的 是做了专门的筹资安排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把贵为金融 还要注意什么呢 所有的应付股利 应付利息 因为这个是属于筹资活动引起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们发行股票 筹集资金 那你将来要给股东支付股利 这是筹资活动引起的 对吧 这个应付股利 还有应付利息也是啊 所以呢就是筹资活动的 这个应计费用 都给它处理为金融负债 那么融资租赁的 这个长期应付款 是吧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提什么融资 一般就是指的是 就是这个除了短期 或者低价值租赁以外 其他的租赁 那么他这种 租赁引起的长期应付款 我们都给他做为什么呀 金融负债 还有优先股 优先股的话 如果从普通股股东的角度来看 优先股它是属于一种金融负债 对吧 因为它有约定好多固定的这个股息 这是我们谈有关这个 经营和金融 对于资产负债这块划分要注意的 我们现在一块来看一下啊 比如我告诉你说 这个假公司是一家非金融企业 然后这里面就给了一堆的项目 我问你是属于金融还是金融 首先我们先看看投资啊 我们说投资只有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是金融 对吧 就是说只有这个是金融 那其他在投资的 全都给它作为金融 是吧 那你看这个也带投资 这个也带投资 是吧 全都给它作为金融 然后呢 和利息有关的 一定是金融 对吧 那么筹资活动引起的 应付股利 应付利息也都是金融 但其他应付款扣除了 应付利息应付 那就是金融了 应付票据 这是生产金融 这个由于收购 是吧 引起的 应付账款也是 长期应付款 就是租赁引起的 也是给它作为金融 所以实际上 就是给了一些具体的项目 我们应该会辨别 它是属于金融 还是金融 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看 管理用利润表的编制 对于管理用利润表呢 它实际上也是要把这个利润 要区分一下 看一下是由于 经营活动引起的这种收益 或者说这个损失 是经营活动引起的 还是金融活动引起的 那么对于这个金融损益 首先我们先看 我们其实在边管理用利润表 采取是排除法 什么叫排除法 就先把金融损益找到 然后扣除金融损益以后 剩下的全都给它归到了 这个经营损益了 它是这样一种编制的方法 那么这个金融损益 我们说上给了一个概念 指的是金融负债利息 和金融资产收益的差额 也就是要扣除 有关这个利息收入啊 或者金融资产供应 价值变动收益 是吧 其实就是 大家可以这样来考虑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 谈到了这个金融损益 可以说是一个净利息的概念 就是我们有这个利息支出 但是呢 我们可能也有一些利息的收入 比如说我们做了长期债券投资 它给我分得了这个利息收益 对吧 还有这个供应价值的变动收益 那么这些呢 我们上就要把它扣除 所以我们通常谈的这个 金融损益是一个净利息的概念 是吧 是把这个有关的利息的支出 或者说金融资产 这个有关的相应的一些损失吧 要扣除呢 这个利息的收入 就金融资产有关的收益 那么在做题的时候 怎么去先找金融损益呢 因为我们金融损益是排除法 是吧 就是相当于是 剩下的就全部归到经营了 所以先找金融损益 那金融损益呢 我们一般来说要看四个有关的 报表这个项目 就利润表项目 有四个有可能会和金融损益有关的 一个呢 就是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 我们一般采取是简化的措施 就只要不特质 就把财务费用都归为 就是金融损益了 另外呢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因为按照我们国家 目前的会计处理的 这个方法 对吧 那么就是 对于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都是由于金融资产引起的 所以这个呢 是给它 归到我们的这个金融损益里面 还有资产减值损失 但是资产减值损失 你得看一下 就是如果它这个减值损失 是金融资产的 减值损失 那么就 那是经营的 一致性原则 对吧 所以这个资产是 经营资产 那它的相关的减值损失 也是属于经营的 但如果这个资产是金融资产 那么对金融资产减值损失呢 我们就给它 归到我们的这个 金融损益里面 另外还有投资收益 是吧 那么投资收益呢 你想我们刚才讲掉了 我们这个资产会表投资 有一项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是 经营资产 所以和长期股权投资 有关的这个收益 那就是经营收益 对吧 比如说我们做 长期股权投资 分得的鼓励 那么这个投资收益 是经营收益的 但如果说 我们这个 投资收益呢 是金融资产的 投资收益 对吧 比如说我们 债权性的投资啊 或者其他权益性工具的 那些投资的收益 那我们就给它 归到金融 就是按照一致性原则 而且一般来说 考试可能我们碰到 比较多的哈 就是财务费用简单了 全都是金融 可能主要是要注意一下 这个 因为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也都是金融 那么对于投资收益 还有减值损失 这块 比较会区分 而且 可能考的比较多 就是投资收益 因为我们说 有一个长期股权投资 是经营性投资 所以 注意区分 投资收益 到底是经营还是金融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而且我们刚才给大家强调了 我们这个金融损益 可以说是净利息费用的概念 什么叫净利息费用呢 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利息的费用 要减去这个利息的收入 或者减去金融资产的收益 但如果是金融资产损失呢 反而我要加上 对吧 它是一个净支出的概念 可以这么来说 所以你看我们用财务费用 扣除金融资产的 供应价值变动收益 但是如果是 供应价值变动损失呢 那就要给它加上 然后呢 金融资产减值损失 减值损失要加上 而对于这个金融资产投资收益呢 我们要减据 那么对于管理用利润表的 这个基本的这个公式 那我们实际上 就是把这个净利润 我们是分解为两块 对吧 一块是经营性的 这个税后利润 还有一块是金融的 这个 这个净损益的问题 其实这个公式呢 我们经常会用一个 就是好记忆的方法 比如说EBIT啊 大家看EBIT是 稀税以前利润 就是没有扣利息 也没有扣所得税之前的利润 稀税以前利润 大家看减去利息爱 比如说爱我们表现利息 实际上我们在里面 这个就是管理用利润表的 大家看我们管理用利润表里面 它经常谈到利息 它这个利息 它实际上是广义的 是一个金融损益的概念 是吧 就是管理用利润表利息 是一个金融损益 这是大家要注意 那我们的公式 我们说EBIT减退利息爱 这就成了税前利润了 然后你给我扣个 一一减所得税率 那不就是税后的净利润吗 是不是 如果这个公式你能够理解 那我们的管理用利润表的公式 就很简单了 你把一减T沉进去 第一项EBIT乘上一减T 第二项利心爱乘上一减T 然后就可以得到我的净利润 那你看我们这一项EBIT乘以减T 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我们的税后经营净利润 这个利心爱乘以一减T呢 就是我们的税后的利息 所以这个公式就出来了 对吧 你只要知道我们 你看税税前利润 我们在会计上的话 我们是要收入减去成本费用 包括这个成本费用是包括利息的 对吧 所以那EBIT减去利息爱 这是我们的利润总额 你给我承个一减T 把它沉进去 所以第一项 税后经营净利润呢 就是扣了所得税了 但是没扣利息 是经营 一说经营就没有扣利息 就是税后吸钱的 是不是啊 你看这个税后经营 就是EBIT层以减T 而税后利息呢 上就有A层上一减T 但是我想跟大家强调 就是我们管理用利润表的利息 是金融损益的概念 对吧 也就是我们这里的 我用代码 我用A表示 但它实际上是个金融损益的概念 如果有些金融资产收益 什么要扣除的 对吧 当然如果金融资产损失要加上 那么对于税后经营净利润的计算方法呢 我们一种方法就是 直接先把这个税前经营利润得到 也就是你先把 就像我刚才谈 你先把EBIT算出来 然后EBIT乘上一减T税率 就得到你的税后的经营利润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间接法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 这个税后金融净利润 减去税后利息等于净利润 所以如果考试让我求 税后金融净利润呢 我就可以用间接法 净利润加税后利息 对吧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拿 净利润加上税后利息来求 怎么多都可以 可以的 那么这里面就会有一个 所得税税率的问题 这些所得税税率呢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有两种处理方法 一种处理方法 就是它直接告诉你所得税率 对吧 就是我告诉你 它的这个 适用的所得税率是 是多少 然后呢 你就可以根据它的收益 乘上适用的税率 得到你相应的这个所得税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简化 用平均税率法 什么叫平均税率法呢 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 比如说我们 我们经常会说 比如这个企业 它适用所得税率25% 比如那个高新技术企业 适用税率15% 对吧 这指的是说 它收益的适用的税率 但是其实在实务中 我们知道有一些收益 比如说你像 如果这个企业投资购买了国债 那它分得的那个国债的利息收益 国债利息收益是免税的 对吧 还有呢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 比如说你像我们的业务障碍费 业务障碍费如果超过了这个 计税标准 那么我们是 不是说都能够税前扣除的 对吧 那就是说它是有一个规定 比如说我们这个 这个不能够超过 比如说收入的这个 5%了或什么的 就是有一些税法相应的规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超过计税标准 那个业务贷费啊 那就只能是 税后支付了 就不能税前去抵税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实际上就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表面上看 我们的所得的税率 应该是比如说25% 但实际上 我的实际税率不是百分之二 因为有的是零 对吧 有的是有些 比如说可以 然后这样 比如说像研发费用 可以加计扣除啊等等 有这些 一些税率规定 导致我们的 就是这种实际的税率 和它的明硬税率 可能会不一样 那么在考试的时候呢 它如果告诉你说 用平均税率法 那我们就要会自己算 那怎么来算呢 就是把这个 所得税费用 就是根据传统报表 用这个所得税费用 比上利润总额 得到这个所得税率 不过从我们 最近这几年的考试来看 它一般都比较简单 就是它 给的那个适用税率啊 和它这个明硬税率 是一样的 都是25% 是吧 就是给的 你考试的时候 你得保证 就是说 我们不管是 边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还是边管理用利润表 你是不能够改变 它的这个所得的权益 和净利润的 对吧 你看我们边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是把资产和负债 区分经营金融 但是所有者权益不变 那我们边利润表呢 是把这个利润 区分为经营金融 但最终的净利润 不能变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的管理用利润表 净利润和传统的利润表 净利润一定是一个数的 所以你要 编完以后 你得保证 是吧 最终的净利润 和传统利润表 所以如果它的这个实际税率 不是25%的情况下 它又没有告我们说 各个收益适用的税率 我们就用这个平均税率法 是吧 就是自己算出一个 所有的税率 是吧 但它如果考试给了 那我们就按它给的来做的事了 我们现在结合以往一道考题 大家可以跟我来看一下啊 我们把这个考题稍微做一下变形 它告诉我们说这个公司呢 要采用这个 就是报表来做分析 给了我们有关资料 大家看2021年的这个 资产负债表的相关数据给我们了 利润表的数据也告诉我们了 然后告诉我们说 这个假公司没有优先股 股东权益都来自利润流存 然后它有一句话 它说经营活动 所需要的货币资金 是本年收入2% 等于说就提示你了 我们的货币资金里面啊 实际上有一部分是经营 还有部分金融 那么经营性的货币资金 怎么算呢 按照收入的2% 所以这样一种提醒的话 你看我的收入总共是2万 那我们现在已经提醒你 它的这个货币资金啊 是要区分的 因为它经营现金占收入比是2% 所以我的经营性的 现金等于什么呢 因为营业收入 它给的是2万 然后它又告我们 经营活动现金 占收入比是2% 所以很显然 经营现金就是400万了 那我们的金融呢 金融类型的这个现金呢 到几倍 600减去400 是不是200 对吧 所以这首先货币资金 它给我有提醒 然后你再来看 它又告诉你说 投资收益都来自长期股权投资 我们给大家强调过 长期股权投资是什么呀 经营性资产 所以它的收益呢 也应该是经营收益 那你看我们的利润表啊 因为我们谈到一般来说 编管理用利润表 首先我要找到金融损益 然后采取排除法 对吧 把这个扣除金融损益以外 剩下都是我们的这个经营损益了 那你像我们这个给的报表里面 我们说要看四个项目 有财务费用 还有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还有减值损失 另外投资收益 像我们这个题呢 只有两个项目 一个是财务费用 一个是投资收益 而投资收益人就提示你了 投资收益都来自长期股权投资 那就说明这个投资收益是什么呀 是不是经营的呀 是经营性的投资收益 那既然这是经营的 那因此我们这道题的金融损益 我们用代码I的表示 就是广义金融损益 那就只有财务费用160了 是不是 那就只有160 然后接着看第三个 它说根据税法的相关规定 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不交纳所得税 那就说投资收益 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它的适用的税率 是等于零的 但其他的损益 是吧 它的适用税率都是20% 所以它已经给出了我们的这个所得税税率了 而且给的是不同的收有不同的税 那我们可以看它的要求 首先第一个让你编制假公司2021年的 管理用财务报表 按照呢 各种 你看它提示你按照各种损益的 适用税率来计算应分担的所得税 让你填到表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就让我们区分 经营 金融 对吧 把资产负债要区分经营金融 所有者权益是不变的 所以就是这个表 哪怕你说我什么都不会 最起码所有的权益我可以填 所有权益是6000万 对吧 就这个数 6000万 但关键就是我们这个 怎么区分经营金融啊 那我们可以一块来看它这个资产负债表 货币资金我们已经区分了 经营是400 金融200 应收款存货都是经营 对吧 长期股权投资 我们强调了 带投资的只有长期股权投资是经营 其他都是金融 对不对 固定资产你看也是经营 所以这样一来 大家看我们的资产啊 我们要区分经营和金融 一般来说金融的比较少 所以你先找金融资产 那我们的这条题的金融资产 就只有一个金融性的货币资金 200万 是不是 所以这样一来 那我的这个金融资产 我只要200 那你经营资产呢 到几倍 因为我们是把资产分解为 经营金融 金融资产是200 所以经营资产 我可以到几 那就是把这12000 减去200 11800 然后我们再看负债 负债的话 它就两个项目 一个是应付账款 一个是长期借款 长期借款是有息负债 当然是金融 而应付账款 那就是金融 所以那就很简单了 对吧 这是经营性的负债 这是金融性的负债 所以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 我都有了 那么填报表 填我们后面那个答案 就很容易了 是吧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这个 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那我们再看管理用利润表 管理用利润表 它让我来填这个税前的 经营利润 是吧 还要考虑到经营利润的 这个数得税 还有税后经营净利润 然后再考虑这个利息 是吧 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是给大家强调 我们采用排除法 就是把你的利润里面 要区分经营金融 所以我就先找到 它这个所谓的利息 其实这个利息 管理用利润表 利息是广义的 是一个净损义的概念 应该把财务费用的利息 扣除金融资产的 这个收益的 是吧 但是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 我们这个题里面呢 你看 和金融损益有关系的 项目只有两个 但投资收益 它提示你全都是 长期股权投资的 是经营收益 所以我的利息 就只有160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这个报表里面 利息我就得到是160 那我的税前金融利润 怎么办 排除法 对吧 什么意思呢 因为大家看 你可以这么想 你知道我们说EBIT 减去利息I 是不是你的利润总额 就是我们的税前利润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报表 利润总额是3300 这个是3300 我们排除法 利息先给它确定 利息是160 所以问你EBIT 等于什么 那EBIT不就是 利润总额加利息吗 就是3300 加上160 那就是3460 是不是 然后我们来看 它的金融利润所得税 因为它提示你呢 是按照适用的税率 我们这适用的税率 我们刚才分析了一下 有两个税率 一个是税率为零 一个是税率 其他25% 那哪一个税率为零呢 长期股权投资 受益的税率为零 我们长期股权投资 收益 这个表里面 告诉我是100 对吧 所以就说我们这个 利润里面 这个3460里面 有100是长期股权 投资收益 另外的都是什么呀 都是其他收益 那我的金融利润 所得税呢 我就是长期股权 投资是100 它的适用税率是零 其他收益呢 3360倍 对吧 因为你总的税前利润 是3460嘛 那这个3460里面 有100是 是用税率为零的 不交税的 那其他的呢 3360乘以25% 所以我们用 税前经营利润 减索的税 那就是税后经营利润 一减就完了 我们再看利息 利息的话呢 你要考虑利息费用 抵税啊 因为他说 其他的税 都是25%的嘛 那就是直接减去 160乘以25% 那就减去40的这个税了 所以税后利息 160.120 对吧 这个税后经营利润 他俩一减得到这个 那经利润呢 经利润你都可以不用算 它和传统的报表一样的啊 就是2500 而且你可以验证自己 对不对 对吧 也就是你把税后 经营利润减去 税后利息就是经营利润 这是管理用利润表的这个 我们以往这个考题 大家看啊 如果我把这套基 给大家变一下 怎么变呢 首先你看 我这个资产付贷表里面啊 我们原来那个是 长期股权投资 我也改成长期债权投资了 那大家看 这个就成了什么呀 这是什么 这是金融资产 我们说贷投资的 只有长期股权是经营 其他债投资都是金融 所以我要提醒自己 这是金融的 对吧 然后你记得帮我来看啊 他说假公司没有优先股 股东权益的变动 都来自利润流程 还是金融活动所需 现金占15% 这个我们还已经分析了 大家看一下 他是还告诉我 投资收益都来自于 长期债权投资 那就说明这个投资收益 是什么呀 是金融资产投资引起的 所以他应该是 金融损益 对吧 这是属于我们金融 金融资产的收益的 那因此我们这个利息 I 管理用报表的利息 是广益的 是金融损益的概念啊 比如我们的代码 这个I 是一个广益的金融损益 它应该等于什么 财务费用的160 要减去投资收益100 所以这道题的利息 就是60了 是不是 然后我们的这个金融资产呢 像我们这道例题 有长期债权投资 还有金融性资产投资 所以我们 这样一来的话啊 也就说让你去 区分经营金融 是吧 我们整个资产是12000 那我们也是先确定金融的 金融性的货币值是你的200 还有包括长期债权投资的1000 那就是1200 那么经营呢 我们就到几 12000 减去 1200 这是对于资产的区分 那么负债的话比较简单 还是应付账款是金融 长期借款是金融 对吧 我们再接着看第三 它让我们按照平均税率法来确定 金融损益和金融资产税金 就是我们给它改了 改成平均税率 那么如果是平均税率法呢 我们就要自己会计算 平均所得税率 那这个平均的所得税的这个税率呢 我们就是用传统报表的这个所得税费用 要除以呢 利润总额 因为你只有这样的话啊 你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个 按照国安利用报表金利润 和你的这个 传统金利润 一定得是一致的 是吧 要么你就告诉我 他各自的适用税率 要么就是我们简化方法 平均的税率 像这条题没有给我 各自的适用税率 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个平均税率 对吧 那这个平均税率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题 他的平均所得税率 就是拿800除以3300 这很明显不是25% 对吧 这是因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他有些是免税的嘛 对不对 所以的这样一来 我们平均税率是800除以3300 这条例是三十三分之八 然后我们来编啊 国安利用资产发表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我们像国安利用利润表 国安利用利润表也是 大家做题的时候 先找金融损益 先找利息案 那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 因为它是提示我们 这个投资收益啊 都是长期债权投资的利息收入 所以我就要把这个100要减去 所以我们的净利息 也就是金融损益的这个利息 实际上只有60 利息是60 那我们这个税前金融利润是多少呢 我们是排除法嘛 就是把你这个利润里面排除利息 剩下不就是税前金融利润 这个税前金融利润上就是我们谈的这个EBIT 因为我们都知道EBIT减去利息案 是我们的税前利润 也就是利润总额 对不对 就是没扣利息的嘛 利润总额 像我们前面传统的利润表里面 利润总额是3300 利润总额是3300 那你现在告我金融损益这个利息是60 那你想EBIT等于什么 是不是3360 对吧 加上这个利息60 这样得到我的税前金融利润 那他的所得税怎么来做呢 因为我们让你用平均税率法 那我们就是3360 去乘上平均的税率33分之8 然后一样的利息费用底税 也是用60乘上33分之8 然后你两个一减得到税后金融损 这税后一两个一减到金利润 你可以看一下这样算来结果 一定要和你的传统的那个利润表利润是一致的 对吧 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为了避免自己算错了 你都可以直接把它搬过来 它一定要等于2500才可以 这是我们以前的这个管理用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编制一道例子 就是要会区分经营和金融 那现在我们来看管理用的财务分析体系 也经常称为是改进的杜邦分析体系 按照改进的杜邦分析体系 也是要把权益净利率分解 但是它的分解呢 我们这个推导过程不用大家去背 我们主要是要考虑它最终分解为什么 是吧 因为它实际上因为权益净利率 还是净利润比所有的权益 但是按照管理用利润表 净利润等于什么呀 税后金银净利润减税后利息 不就是净利润吗 所以它就分解为两个相减了 另外你的税后金银净利润比上权益 如果你分子分母同时乘以净金银资产 这个税后利息比上股东权益 分子分母同时乘以净负债 然后净一部分解就分解在最下面 是不是 它上次推出来的 所以我们需要大家记得是最后这个公式 净金银资产净利率 首先你要会算 管理用的杜邦分析体系 相比较我们传统杜邦分析来说 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因为传统杜邦分析 它首先是一个指标的分子分母不匹配 怎么来说呢 因为传统杜邦 你看我们通过第一次分解 是把权益净利率 给它分解为总资产净利率和权益成熟 那么总资产净利率的分子 净利润是归属于股东的 而分母的总资产呢 是所有者权益加负债 是全部投资人投资资金 所以口径不匹配 但你要记住我们管理用报表 它的指标是特别强调口径匹配 是吧 这个净金银资产净利率 分母母子率的命名规律 分母就是净金银资产 然后净利润是什么呢 是最后金银净利润 就你要考虑口径匹配 你分母是净金银资产 那你的利润就是经营的净利润 然后我们用它加上一个呢 净金银资产净利率 这个和我们这个一样 比如我们喜欢用代码写字A 加上一个A减去 税后利息率 利息率嘛 当然只是利息除以负债 是税后利息 就用税后利息比上一个什么呀 净负债 对吧 因为你想我们刚才谈了 我们的利息实际上是一个 金融损益的概念 是一个净利息的概念 你的那个利息不是拿那个利息费用 要减去金融资产的收益吗 是不是 所以就是我们实际上是 一个净利息费用概念 所以分母的负债也是净负债 是用我们的金融负债减金融资产 所以税后利息率 是拿税后利息比上净负债 这是我们谈第二个因素 就是税后利息率 然后第三个因素呢 是净财务杠杆 这净财务杠杆呢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 你看传统的报表 我们左边是资产 右边是负债和所有的权益 所以呢 产权比率 是负债比所有的权益 我们称为产权比率 这块的净财务杠杆 它实际上也是指的 管理用报表的右边 上面除以下 当然指的是 净负债比上股东权益 所以这个要稍微记一下 对吧 实际上就是我们管理用报表的 这个资金来源这一方面 上面除以下面 是净负债比上所有的权益 那如果这三个因素 你会确定了 那我们对于 就是管理用的分析体系 大家需要掌握什么的 一个是注意一些 有关的指标的称谓 是吧 首先是我们要会计算的 三个指标 另外呢 还要注意一下什么 就是一些指标的称谓 你像我们这个 净金资产净利率 就是我第一个因素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我们说我们用A减去B 是吧 这两个相减 给它起个名称 叫经营差异率 就是你的经营收益 超过债务利息率 那个差 起名叫经营差异率 就有的时候考试 他就问你 经营差异率是多少 那我们上次指的是 净金资产减去 税后利息率 是经营差异率 然后呢 这个净财务杠杆呢 我们刚才谈的 净负债比权益 对吧 那你 这个是我们所谓C 如果把A减B 乘以C呢 又给它起个名字 叫做杠杆贡献率 就是通过借债 帮我们股东 赚取的额外的收益 我们可以给大家 举个例子来理解 就比如说我告诉你 我净金资产减益率 就利用金资产 获取的经营利润能力 是10% 而我的税后利息率呢 只有6% 所以这样的话 我通过经营 获取的收益 是超过了借债利息的 因为借债利息 你要给债权人的 现在我们让你求的是 股东投入资金的回报 所以我要扣除利息 扣除利息以后 大家看一下 我们假设我这企业 借钱借了5000万 股东投入的资金 投的也是5000万 你如果要是 我们把这个 我给它加个括号 加个圆圈 你看 进金资产减利率 减去税后利息率 乘上5000 这是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借债帮股东 赚取的额外收益啊 因为借债要付利息的 但是你的那个 获取的总的这个 经营的获利能力超过债务的利息 那个差额是归股东的 是不是 所以A减B 乘上这个净负债的话是 可以说是借债 帮股东带来的额外收益 但是我想你算的是 杠杆贡献率 对吧 因为我们想算的是 权益经济率嘛 那你就要把这个 额外收益 要处以一个所有的权益 得到杠杆贡献率 是吧 所以A减B乘C 是杠杆贡献率 所以权益经济率取决于什么呢 一个是取决于 企业自身的经营战略 也就是你的 利用经营资产 获取利润的能力 获取经营利润能力 还有一个呢 是靠你的财务政策 就是你有没有 借钱帮我们带来额外的收益 就杠杆贡献了 那么借钱 是不是一定能够带来额外收益呢 我们说不一定 取决于基因差异率 只有基因差异率大于零 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10%减6% 这是大于零的 那你借债是带来额外的贡献 但如果我告诉你 我的借的是高利贷 我借的利息特别高 我的税后利息率16% 那你这种借债 它反而是会减损 我们股东财富的 是吧 所以杠杆贡献率 是吧 我们实际上 它会受到你的基因差异率 和净财务杠杠杆 这两个因素影响 只有当基因差异率大于零 我们才会带来正的贡献 所以基因差异率 是衡量借款 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依据 那么改进分析体系的 这个框架呢 我们首先也是 也是一个分解 这个权益净利率 比如我们说F 它呢通过第一次分解 分解为两个指标 分解为净基因资产净利率 就是我的A 和杠杆贡献率 也就是我们刚才谈的A-B 成为C 对吧 那么净基因资产净利率 可以说就是基于 管理用报表下的 我们这个所谓 衡量你基因战略的一个指标 它和传统杜邦原理是一样 对吧 那我们的基因战略的模式呢 也是有两种 那我们把净基因资产净利率的 分子分母 同时乘以营业收入 大家看可以分解为 税后基因净利率 乘上净基因资产周转次数 可以分解为两个的成绩 就是把基因基因资产净利率 分子分母同时乘以收入以后 就分解为税后经营净利率 乘上基因基因资产周转次数 所以一样道理啊 你可以采取什么呀 薄利多销 就是低盈利 但是高周转 或者也可以是 薄销多利 就是高盈利 我定的价格高一点 但是量可能会少一点 就是反向搭配 对不对 和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只不过是基于经营的 那么这个税后经营净利率 这个指标也是稍微提一下 我们对于在财务管理 这个指标里面 有好多呢 就是和收入去对比 比如说我们经常让你算 比如说毛利率 是吧 或者让你算什么 这个销后成本率 或者我们将来还会讲 编辑贡献率 变动成本率 什么安全编辑率 这块有什么税后经营净利率 像这些指标 它实际上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分母都是除以营业收入 如果你把有关成本 或者有关这个利润 和收入去对比的时候 我们通常的那个收入 有的时候我们就简化 就不说了 对吧 比如说像这个税后经营净利率 就指的是税后经营净利润 除以营业收入 那我们接下来 比如说让你算编辑贡献率 那就是编辑贡献 除以营业收入 变动成本率 就是变动成本 除以营业收入 毛利率是毛利润 除以收入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特点 所以这样你就好记了 这个税后经营净利率 就指的是税后经营净利润 除以收入 而净金资产周转次数 我们在前面讲 它是一个通用的规律 是吧 都是周转额 都是营业收入 然后分母就是这个指标 提示你 是净金资产 这是谈的有关这个 我们其实 第一次分解 是把权益净利率 分解为净金资产净利率 和杠杆贡献率 然后第二次分解的 净金资产净利率 可以分解为 税后基因净利率 乘上净金资产次数 然后杠杆贡献率 是可以分解为 基因差异率和净财务杠杆 而且只有基因差异率 大于零 我们才能够带来正的贡献 是不是 所以这个改进的 杜邦分析体系 首先这里面的指标 都要会算的 我们以往考试 就会让你先计算指标 主要会计算指标 另外呢 要结合我们前面讲 连环替代法 依次替代 那我们省得老写汉字了 就把它记住吧 权益净利率等于什么 A加上A减B乘C 也是三个因素 但这个A是什么呢 净金银资产净利率 就利用金银资产 获取金银利润的能力 然后我们这个B呢 是税后利息率 是用税后利息 比偿净负债的 C呢是净财务杠杆 有这么三个因素 如果按照连环替代法 一样的 首先先列是对比的基数 可以是上年数 可以是计划数 也可以是同行业对手的数据 然后一次 首先先把A因素 替代为A1 但是B0C0保持不变 然后第二次把B0变B1 A1C0保持和上市一致 第三次把C0变成C1 然后A1B1和上市一致 每次只能替代一个 每一次都是以上一次为基础 然后我们就是2-1 3-2 4-3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三个因素变化 对这个各个指标影响 也是可以结合连环替代的方法 对吧 另外还要给大家提一下 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 我只是让你分析杠杆贡献率 它的影响因素 那什么叫杠杆贡献率啊 我刚才谈了A-B乘C 那它也受三个因素影响啊 A B C三个因素影响啊 也就是你首先把杠杆贡献率的公式 给它列完 然后也是一次替代 对吧 那现在我们一块来看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想问一下你 如果其他因素不变 这个税后经营经历率和杠杆贡献率的关系 刚才我强调了杠杆贡献率是什么 A-B乘以C 对吧 那我们这个税后经营经历率是影响谁的因素 是影响A的因素啊 因为我们让A这个指标 把他的指标分子分母同时乘以收入 是可以分解为 税后经营经历率 乘上一个我们的经营资产周转率 对吧 也就是我这个A是可以分解为这两个成绩的 所以如果你提高税后经营经历率 其他不变 那我们当A就会提高了 是吧 所以这个呢 我们这个税后经营经历率和杠杆贡献率 它们俩应该是同方向变动的 对不对 然后经营经营资产周转率呢 因为它也是影响A的因素 也是同向变动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经营经营资产净利率 和杠杆贡献率 那就是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经营资产净利率 A 那这个公式里面A减B乘C 那很显A A高了 A减B乘C也会高 那么税后利息率呢 因为你这是A减去这个税后利息率 所以这税率越高 那我们实际上就会反向变动 但净财务杠杆和杠杆贡献率呢 就是C的影响呢 你得看前提 不是说就是负债越多越好 对吧 如果A减B为负数呢 你借贷多反而会减损这个股东财富的 所以实际上也就是说啊 对于经营财务杠杆和杠杆贡献率 如果经营差异率为正 那么经营财务杠杆和我们的杠杆贡献率是同向 反正呢就是 就是反向了 是吧 如果经营差异率为负 那就是一个反向的变动 好 那么这是我们看的 就是有关杜邦分析体系 以及呢有关管理用分析体系 这一块大家需要注意 那我们这一讲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